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大发肺兰 这一棵是我2022年第一棵盛开的大发肺兰 其实这一棵本来有三个花梗 可惜在冬天,它十二月份就开了 可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边北加中突然有几天非常冷 到零下两三度 而且风雨交叉 有很多的雨水一月份 所以它那个洞坏掉了 还好它这个有三个花梗 其中一个被洞坏掉了 两个开的还挺好的 这一棵大发肺兰 其实去年它也有开过花 有一点点香味 今年呢,因为我可能给它拿到这边有点避遮阳的地方呢 所以呢,它的花瓣不像七年 七年它到熟的时候,这个花瓣是白的 今年呢,还有一点点那种白棕带粉的 而且呢,这个可能没有太阳暴晒 所以这个也特别厌 因为有时候太阳一晒它很容易就颜色会退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呢,我今年就比较有经验了 它那个花朵真的是很大很棒 它那个香味呢,就是有一丁点的 青草带花香的香味 不是特别浓呢,你要靠近去闻了才闻得到 今年呢,它一共有三个花梗 你看,这个是被冻坏掉的 被我剪掉的 每个花梗呢,每个花梗呢,有六朵花 其实也不容易的,因为它这个花朵,你看 跟我的手臂呢 一样大,很大朵 这边呢,这一颗呢 这个有点还没打开 今年呢,那个冬天呢 你看,它都被冻坏掉了 所以呢,明年呢 我如果是它们花包长得挺大的时候呢 就像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它 我们应该给它到那个 会搬到那个车库里面去 不要放在外面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花梗 其实也有冻坏掉的现象 这个就是冻坏掉的花 有点冻坏了 还好它还能坚持的打开 我其实就是挺开心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柱子 如果我没记错呢 这个是应该我有封过盆的 因为它只有三个甲铃镜 每个甲铃镜呢 都有一个花梗 这个没有 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甲铃镜呢 是有两个花梗 还算不错 这个品种的兰花呢 还算是挺好的 这个我就给它命名为 2022年第一颗盛开的大花灰狼 我会给它做点标签 因为到时候我昏盆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 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朵花了 哪一颗花了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